王子八日出席代言活动 被问到最近加入 来把营业中跟女生姐姐的第一次 竟然意外把她拖下水 我觉得非常的兴奋 而且真的是惊艳 就是惊艳 她其实一开始其实都是很nice 也算是很贴心的一个店长 但我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 目前我们算是还蛮和乐螺螺的 所以现在当然没有什么吵架的部分 目前没有 而且我觉得以我们这几个人的个性 应该不会吵架 真的怎么说 因为没有鬼鬼 因为没有鬼鬼 嘿嘿嘿嘿嘿 蛮好吗 没有鬼鬼就是比较真性情 就是他可能就是 他比较会把自己的情绪 该哭该笑都有表现出来 所以比较不一样 而多次被周刊拍到跟郭雪芙约会 王子也终于清洁两人关系 所以之前周刊那个是没有吗 没有 就正常的朋友 都是朋友对 那正常的朋友 一旦结婚会朋友吗 不知道 如果有朋友聚会的话 因为我们都是有蠻多工作的朋友 现在我的局比较多一点 遇到会尴尬吗就是 完全不会 而且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宣传电影 是什么样程度的朋友 好朋友 因为都没有喜欢的对象吗 没有耶 现在就是很free的 教员 在工作上 在营业中 营业中 那也没有女生对你表示 我觉得一直都觉得女生 没有啦 没有啦 就是大家都是朋友之间的相处 最近相处的女生都是我们的队员 对 跟那个节目 其实以前发展出过很多队 你们之间也都没有 我们这一季比女生比较美 你是谁 他赖你 我就不说是谁啦 我就不说是谁啦 也蛮好的啦 也蛮好的